頭要抬起來 犯什麼良耳溫 大批賭客遭警方大陣仗埋伏 一舉逮捕 只能乖乖蹲地就犯 警方一一為他們良耳溫 不敢大意 因為這滿屋子的人 竟無視防疫 在小小貨怪屋內大開賭界 車輛開回警局 32人包含場主和賭客 一個挨一個走出 全被帶回 他們怎麼也想不到 警方接獲獻報後 竟趁著凌晨 他們玩得正盡性時攻堅待人 因為證明在台南仁德 開設職業賭場的 越籍移工相當狡猾 特地把賭場 設在偏僻工廠的貨櫃屋內 以越式色疊吸引銅箱 賭金更是高達昧住1000元 許多人即便押上加檔 還是要賭 警方光是在現場 就查扣到高達75萬元的 賭資和抽頭金 相當驚人 全案依刑法賭博罪 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 並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特別條例 含請台南市衛生局裁罰 疫情嚴峻還劇毒 小小貨櫃屋內避臨而坐 當然也沒保持社交距離 1.5公尺 這下一時厚度得不償失 記者綜合報導 本來就是要金蒸的 金蒸佛 191.5公尺 實在有石瓦 上面脫了 貫賭